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永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一步一个脚印 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的一年 从火箭厂房到卫星车间 从天河遨游到行星探测 一项向追星逐月的重大航天工程 加速推进 围绕空间科学 空间技术 空间应用 中国航天开启全面建设 航天强国新征程 春节刚过 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新一艘载人飞船 正在进行临射前的状态确认 今年我国将发射两艘货运飞船 两艘神舟飞船 和两个空间站实验舱 全面建成中国空间站 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国空间站建设非常关心 2021年 他专程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同神舟12号航天员 聂海胜刘伯明 汤红波亲切通话 2022年的新年贺词中 总书记又再次提到 天河遨游星辰 三位航天员正在浩瀚太空出差 总书记的关心和嘱托 让航天人备受鼓舞 中国的空间站今后是一个 全球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 一个非常理想的 非常好的平台 中国空间站的发展战略 虽然我们都是在努力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要求 就是探索浩瀚宇宙 发展航天事业 建设航天强谷 劳记总书记嘱托 新的一年 中国航天正一步一个脚印 开启太空探索新征程 在天津 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 长征7号整装待发 在海南文昌 长征8号摇二运载火箭 即将执行一箭22型的发射任务 今年中国航天的发射次数 将保持50次以上的高密度 面向未来更深更远的太空 载重量超过100吨的重型火箭 新一代载人火箭 也已经进入研制阶段 新一代载人火箭 基本上还是以长征5号为基础 实行这个并联捆绑技术 值得我们期待 运载能力不断提升 探索的脚步越走越远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期 一步一个脚印 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新的一年 探月工程四期全面启动 未来我国将通过 嫦娥6号 嫦娥7号和嫦娥8号 三次任务 建立中国第一个 月球科研战的基本型 小行星探测 也即将迎来新的挑战 存于 CM 炉